据环球网5月30日原影美媒报道 美军正在全程监视两艘最终目的地可能是委内瑞拉的伊朗军舰 有消息人士透露 这两艘军舰正在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航行 意图和舰载货物依然存迷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虽然尚不能确定这两艘军舰的目的地 但美军认为他们会最终驶向委内瑞拉并威胁到美国的后院 美媒指出 这两艘军舰其中一艘为护卫舰 另一艘为伊朗海军从游轮改造而来的直升机航母 莫克兰舰 后者可搭载无人机以及6-7架直升机 针对此事 委内瑞拉外交部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及美国白宫均拒绝制品 伊朗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不错 伊朗革命发生之后 委内瑞拉是最早承认的国家 而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伊朗与委内瑞拉也依然保持密切的合作 而由于委内瑞拉也是备受美国制裁的国家 如果伊朗真的派军舰前往该国 那么无疑是为委内瑞拉加油打气 因此美媒认为 伊朗此举是对美国的一种挑衅 报道还注意到了 伊朗军舰本次行动时机的微妙性 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威延纳德伊核协议谈判 据美国伊朗俄罗斯谈判官员的说法 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双方正就条约的关键细节进行最后的磋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